总统,我可以有两片废业吗? 这一个文章使得作家张晓峰成为了立法委员张晓峰 今天他不在这里了 可是亲民党团仍然要感谢我们张晓峰委员对于失利保育法的贡献 失利保育法的通过,它不仅仅只是一个环保相关的法律案 它代表的是一个整个国家经济发展与环境共存共融的一个开始 未来,我们仍然会推动许多跟环境有关的法规 譬如说,我们的温室气体减量法,就是我们应该下一步积极要做的事情 在这里,我们郑重的呼吁,既然失利保育法已经通过了 那么大家心之所悉的南港202兵工厂的开发案 以及国光石化所导致的大城乡本身的经济的建设 都是政府本身应该根据失利保育法所要继续做的事情 也是我们大家要监督的事情 亲民党很负责任的说 我们未来的经济发展的策略 是应该在环境保护的前提之下 来进行我们的经济开发 在这里,失利保育法只是走出了第一步 我们希望所有的委员同仁 还有在做的,譬如说是我们的林淑芬 我们的邱文彦委员 大家的努力辛苦了 大家一起加油 亲民党团一定配合支持 以上 讨论事项第四案 劳工安全卫生法修正草案 白案经第三会期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协商后再行处理 现已完成协商 请宣读协商结论 宣读立法院党团协商结论 法案名称 依并案审查行政案请审议 劳工安全卫生法修正草案 本院委员林淑芬等 拟拟劳工安全卫生法部分调文修正草案 委员蒋乃欣等 拟拟劳工安全卫生法第二十六条 及第二十九条调文修正草案 委员苏正清等拟劳工安全卫生法